选赛第六场 航门队地龙门个人赛 比赛开始 余昊 什么 猜看 比赛结束了 个人赛第一场 航门胜出 下一个谁来 那是 七北三大天王之首 冰天雪女 原来当初 火通本体中偷袭明阿堂的 就是他获玉号 冰天雪女的状态有点奇怪 不像魂兽 也不是魂迹形态 这中间肯定有结局 有请地东门下一位选手登场 求求我爱你 我叫南秋秋 地龙门少门主 也是战队队长 旁门过于胖 你这是欺负残剑 冰地着火 你还叫弱者 其实这就被火焰融化了 难道 这不是火焰 是冥灭 能够消除一切属性能力的冥灭能力 冥灭 是一种极为罕见的武魂能力 它能够在命中对手后 分解对手的属性能力 从而达到破坏效果 秘密之光 精神干扰 我咋会以你这个坐轮椅呢 你要是输了怎么说 你输了 我的宗门都跟你信 那个小女孩的武魂 是拥有泯灭属性的炎之龙 简直是天生的吸魂石 你灭之光 灭之光 怎么回事 我明明瞄转了呀 是精神系的攻击 找到了我的看法 精神干扰 灭灭之光无论多无敬 打不到我 就没有任何意义 那我就走上全场 灭灭灵魂 爆破 怎么可能 我的精神干扰是百万天混击 避开你的攻击 简直轻而易举 郭雨昊 你确实很强大 但是我的武魂 专刻你的这些召唤技能 你行无聊的 命运之早 雪地三绝之 地长子 草寒无玄 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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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 泯滅可以分解所有魂技属性 泯滅之爪 你不可能挡下来的 所谓分解也是会消耗魂力 我刚刚施展的大寒无血 魂力何其雄厚 能将其分解已经是你泯滅之爪的极限 再想伤到我确实 只说梦 就算你能接下我的泯滅之爪 魂力也都要紧了吗 再来引起泯滅之爪 看你这么接 还要继续吗 我认输 胜下所有比赛 定人们认输 他认输了 那章月实现了遗产器的证据 魂力何以尘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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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魂飞 你可知道霍宇昊那个召唤兽 是何种魂迹 臣妾不知 他曾与你同在宣子文门下学习魂导器 你会不知 他调查过霍宇昊 我与霍宇昊相处不到半个月 对他了解实在有限 只知道他拥有双生物魂 殿下 此子不能留 这个召唤兽 就是明德堂失去的十万年魂兽佩胎 卢宇昊在上届大赛就是冠军队员 当时他只有三环魂尊实力 却已经战怒封王 此后作为交换生 加入我日月皇家魂导师学院 在魂导器上 展露出惊人的天赋 更在返程途中 巧幸逃过龙皇前辈的劫杀 放任他成长下去 必然会成为日月帝国的一大隐患 原来就是他从龙前被手下逃出生天 经过上一轮淘汰赛的激烈角逐 一百六十七只参赛队伍中 有八十四只队伍进入淘汰赛第二轮 今天将进行淘汰赛第二轮 规则跟第一轮一样的 个人战将团战 蝉联冠军多年的史莱克学员代表队 将在今天的第一场比赛中登场 不知又会带给我们怎样的惊喜 让我们拭目以待 淘汰赛第二轮第一场 史莱克学员战队对阵听甲动 双方队员请上场 史莱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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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甲总碰上史莱克也太帅了 我们想跟史莱克战队协商 共同放弃个人战 直接进入团战 这 他们想直接进团战 说明个人能力弱 团体战斗力强 无所谓 反正我们都会有 周老师在前对他们的能力有所研究 不管是个人战还是团战 我们都有绝对优势 既然他们提出诉求了 那我们就速战速决 裁判 我们同意 双方协商共同放弃个人战 直接进入团战 请双方选手准备 比赛 开始 后车百战 这是七位一体组合剂 难怪天甲宫之将打团战 这下有意思 第四分级 天甲阵 我后我没说 但你是唐人战 你们的大师兄要早做准备 霍玉昊就算醒来 恐怕也是非人一个 三天过去了 霍玉昊还没醒 洪晓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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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他笨蛋 豆儿 你醒了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看到你伤得这么重 我的心都要碎了 豆儿 你倒下时 我才知道你在我心中 占据了多个重要的位置 无论付出什么代价 我都绝对不能失去你 谁也无法将你从手中夺走 一号 我爱你 以后无论发生什么 我们都要一起面对 情况怎么样 阁主 最严重的是滞留在宇昊心口的羊犬火毒 一旦爆发 就会危及生命 必须立刻开胸 萤火治疗 开胸 没事的 豆儿 我相信青春 我相信钟老的艺术 尼昊 我 也会为你保驾护航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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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公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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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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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了 開始吧 嗯 寒冰冰匕首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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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堅持之兵 高堅持著我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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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純封律枯木 日照空谷游 第六魂技 本草回春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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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音位 谢谢庄老 最主要的危险解决了 但庞大的兵属性天地原理 依旧在阻碍他操控身体 他的修为也被压制在三环 雨昊 你好好休养 比赛的事交给贝贝他们 大师兄和小杨老师对我恩重如山 我不能关键时刻掉脸子 不 玄老 作为团队的主控 我一定会代表他们出战 我有办法 难道你 将天地原理导入我的双腿和左臂储存 我能恢复实力 不行 这样你的双腿和左臂就废了 玄老 我有把握 冬儿 玉昊 我会支持你的一切决定 极致之兵有冰冻能力 你的腿半年之内不会有事 但切勿托过半年 多谢玄老 参赛前要给你准备些东西 终于出来了 不得好 不得好 嗯 和冬儿 弄 进 白鲁金针变 诶 每天被队长练 时间过得真快 明天竟有几程去参赛了 起来 霍宇昊坐在轮椅上 一只手都能收拾你们 霍宇昊 这次魂师大赛 我一定要打赢你 霍宇昊 霍宇昙 霍宇昏 霍宇昔 霍宇昅 Calm down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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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这么把我围着吧 太夸张了 你可是我们获得冠军的最大依靠啊 三十说得不错 出发 出发 预助咱们唐门战队早日凯旋 父皇那边如何了 陛下经常昏迷 失去意识 军方有什么反应 很平静 自从我们掌控了民都卫戍区后 军方的反对声消失了 帝国一半的军队都掌控在我们手中 只有五分之一在您正敌的控制下 我登上地位后他们死因到底的话 你就去走一趟 是 你做得很好 橘子 我登基之后会立你为皇后 将来一统大陆 你就是我的元帅 谢殿下 大赛筹备得差不多 史莱克学院的人来了 先不要招手 我倒是要看看他们与我们的人 等擦出怎样的火花 去请庄里先生来 我有钥匙与他相商 是 殿下 我们到民都了 哇 这么多混道歉 比起这种钢铁尝试 还是史莱克城更有人机会 终于到了 各位是 参加魂师大赛的贵宾吧 欢迎入住银医院酒店 看来各国前来参赛的学院 还有宗门都住这里 好好喝的酒店呐 报名的人都到要爆炸 恐怕全大陆五分之一的顶级魂师 魂导师都聚集在此了 你们稍等 我去报名 你等不住吗 好危险的预感 此人是谁 小雅老师 小雅 你这些年究竟去了什么地方 你知不知道 我找你找的有多苦 大叔 小心 小豆罗张鹏 小雅 大师兄 你冷静点 怎么回事 小雅的魂力里 竟然有邪魂师的气息 是圣灵教 东儿 先祝大师兄疗伤 先把大师兄送到房间再说 晚上好 女士 大师兄 伤害你绝不是小雅老师的本意 他应该是被圣灵教的人控制住了 无论怎样 现在总算知道了他的下落 你放心 我们一定全力救出小雅 圣灵教是一个神秘莫测的邪魂师组织 却能明目张胆现身 甚至参加大赛 恐怕 都是出自主办方日月帝国的默许 圣灵教有强大的邪魂师组成 而日月帝国拥有极强的魂脑气技术 两相互补 他们这番联合 一定是为了更邪恶的目的 如果我们的猜测是正确的 这已经不是单凭唐门 或者时来刻可以解决的问题 玉昊 你去找星罗帝国的九九公主商议一下吧 我也一起去吧 如果能尽力促成唐门和星罗帝国的合作 对我们双方来说都是有利的 郭雨昊 你说的是真的 句句属实 邪魂失事全大陆公敌 日月帝国公然与其勾结 狼子夜星昭然若见 雨昊 感谢你的情报 小姐姐 我可以进来吗 这什么事